爱玩乐音乐工作室大提琴室内爱心巡演 来到了惠民医院附设的护理之家 不只带来康乃馨祝贺母亲节快乐 还带来美妙的音乐饗宴 开启温馨舞乐感恩公益表演 有老师蔡云安以及王晴燕 一嫌二十多人不畏风雨来到惠民医院 一群热爱大提琴的音乐朋友 团员来自各行各业 也有的是音乐班的小朋友 公教人员和退休人员等等 他们喜爱大提琴和音乐 便在2022年成立澎湖第一支 也是唯一的大提琴室内乐团 我们借机会来这边表演 今天我们老师从来这边表演一边 把唱歌 你如果好笑 你要拍朋友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你又来的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老师这边带我们来这边表演 是第二次来喔 希望还有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还有准备康南市 要帮大家 希望这个假日母亲节 大家受到我们的祝福 可以过一个温暖高典的母亲节 再拍张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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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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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将喜乐带给大家 在母亲节前夕也感恩每一位伟大的母亲 记者 王海龙报道